扑公英呢,不仅可以当作一种茶饮,还可以当作一种药物,是很实用的一种药室同源的植物 那对于女人来说呢,扑公英呢,是她们的贵人 女性朋友们在春天到夏天的时候,应该多吃一点鲜扑公英 因为扑公英通肝精,去火,消炎 那现在呀,百分之八九十的女性呢,都有乳腺增生 主要原因呀,就是干瘀,干精是经过胸前的 如果心情总是不好,或者压力很大的时候 干精呢,是不通畅的,容易引起干精堵塞 第二呢,可以去胃火 扑公英呢,也可以起到与白虎汤同样的效果 但是呀,还不伤胃气 不过呀,扑公英卸火之力,不如白虎汤 大家用的时候呢,需要加大剂量 最后呢,扑公英啊,又被称为尿床草 具有利尿通灵的效果 利尿通灵,中医认为呢,扑公英可以利尿通灵 就是呀,可以使小便通畅,治疗尿路感染一类的疾病 欧洲人呢,因为扑公英的利尿作用 给它起了个外号叫尿床草 所以呀,以后呢,你如果上火了 尿瓶,尿急,尿痛时呢 都可以歪点扑公英来吃 好了,今天呢,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如果还有什么问题的话